夹链带装的是岛米粥内的小米粉 跟锅盖内侧涂抹柿子 这些就是台东小米粥食物中毒案的关键 食药署跟台东县卫生局 再带回第二批检体最新检验结果出炉了 岛米粥内残留小米粉 检出脱腐松1323ppm 蒸煮锅涂抹柿子 检出微量脱腐松 从22卫福部公布 蝸牛小米粥食欲含有有机磷脱腐松浓度来看 小米内叶猪肉蝸牛和竹笋全都有脱腐松 其中小米含405ppm浓度最高 阿拜里面这几样食材浓度的差异很大 跟过去我们在后市场去鸡查的时候 可以鸡查到的一些脱腐松超标的食材或食品的浓度差异甚大 跟这回数据都是小米浓度最高 两者看起来是有关联性的 而小米做法有很多种 像是粽子 稀饭 米饭 小米粥等 农友说小米是耐旱作物 基本上不用浇水也不用撒农药 小米你也要有它的种植 它的种植是小小的 它是种汗的 种下去的时候也是要浇一点水 然后给它那么高的时候 没有没有撒水就无所谓了 小米不用农药 小鼠认为合理推测 不是种植小米的天然食材带进来 因为种植的小米再怎么带进来 残留的量应该也不会到每公斤1000多毫克 卫福部之前也有说明 托福松进到食物的可能途径 包含食材带入 勿用人为蓄意增加 如今排除天然食材带入 代表人为因素大幅提升 未来的调查方向 恐怕也会以这部分来着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